救護人員背著急救包衝向沙灘 情況相當緊急 眼睛沙灘 小女孩躺在沙灘上 多人圍觀幫忙急救 讓救護人員接手救援 就是大人在這邊 小孩在這邊 應該是據說是從這邊選下去 然後在那邊那個角落 把大人給翻出來吧 案發現場就在萬木山大五輪沙灘 12日晚間6點半左右 傳出一名爸爸帶著4歲女兒 到海上玩水 卻不明原因 一次兩人發生溺水 目擊的民眾健壯 立即拿著浮標下水救人 沒想到拉回岸邊途中 一個大浪打來 男子再度溺水 最後被救回岸上時 爸爸已經奄奄一息 我看到的時候 我趕快就游過去 把他從背後 我叫他游 我說盡量放輕鬆 隨著浪推 沒有他應該是精疲力 為什麼小朋友在那邊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在那邊看到他 我說還有一個小孩子 還有一個小孩子 我不知道是他女兒 我不知道 我說還有一個小孩子 他說不知道 暈掉就對了 就在同一天 溺水事件頻傳 還有兩件發生在中午 造成30死亡 暑假期間到海邊消暑玩樂 還是要提高警覺 而金融市政府晚間宣布 大五輪沙灘暫停開放一週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我看到了 不是雞子 你喝了兩天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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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